黑人小伙正走在路边 发现一辆车正缓缓跟着他 他知道自己被盯上了 于是转变方向 可没走几步 就被人死死勒住脖子 塞进了后备箱 黑人小伙丹妮要见女友父母 但他对自己的肤色心存芥蒂 女友露斯便安慰他 途中 丹妮的朋友打来电话 开起了玩笑 劝他永远不要去见白人父母 丹妮挂断电话 路边突然冲出一头路 露斯急忙停车 两人愣了一会儿 丹妮下车走了过去 发现那头路奄奄一息 不久 交警来到现场 向丹妮索要身份证 可女友才是司机 他不想扔警察找丹妮麻烦 拒绝了这个要求 警察只好走开 两人来到路斯家 丹妮看到一个黑人正在扫地 女友解释说是家里的园丁 在园丁的注视下 丹妮和女友进了屋 女友的父亲迪恩要为丹妮介绍房子 他们来到厨房 丹妮又看到了一位女仆 见佣人全都是黑人 丹妮起了疑心 父亲解释说 两个庸人是祖辈留下的 和这个家庭有着很深的感情 不舍得解雇他们 丹妮也没多想 于是 四个人坐下来聊天 丹妮讲起自己的母亲 被别人肇事逃逸 在她11岁时便去世了 而父亲也身份不明 交谈中 父亲发现丹妮犯了烟瘾 便建议让妻子为她催眠治疗 丹妮礼貌地拒绝了 又从母亲口中得知 这周是爷爷的生日 要请亲戚到家里来举行派对 这时 女仆走来为他们倒水 当她走到丹妮身边时 突然愣住了 母亲就叫她去休息 女仆不自然地离开了 得知丹妮到来 弟弟也赶回了家 在饭桌上 她和丹妮聊起了格斗 听丹妮说自己练过柔道 弟弟想要和她切磋 但被母亲阻止 回到房间 女友吐槽着一家人的反常行为 并向丹妮道歉 丹妮表示没放在心上 半夜躺在床上 丹妮又想起了那头鹿 怎么也睡不着 于是来到屋外抽烟 却突然看到园丁 向自己冲了过来 这么晚了还在跑步 一回头 又看到女仆正对着玻璃梳头发 觉得十分诡异 她回到屋里 被母亲叫住 她让丹妮坐在沙发上 手里端着茶碗 不停地搅拌发出声音 不知不觉中 丹妮的意识逐渐模糊 她感觉距离现实越来越远 小伙正坐在椅子上 可下一秒 意识便沉入一片黑暗 她被催眠了 虽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可控制不了身体 只能任人摆布 丹妮已经坐起来 以为昨晚只是一场梦 她走到在树林拍照 返回时看到女仆正站在镜子前 和昨晚一样 不停地梳头发 丹妮很不理解 转头又看到园丁正在劈柴 于是打算找她聊聊 园丁见丹妮走来 放下手中的火 马上变得异常友好 还为昨晚的试到了欠 强烈的反差让丹妮感觉到了敌 便转身离开 可当她拿起香烟 却感觉恶心 她回到房间 告诉女友 自己被母亲催眠 这时 亲戚们全都到了 于是两人下楼参加派对 可每一个见到丹妮的人 都对她的身体有着浓厚的兴趣 丹妮感觉被冒犯 她走到一旁 拿起相机假装拍照 却发现除了她以外 还有一位黑人兄弟 便上前问候 可对方却表现得十分生硬 还把他们的对话 告诉了一个比她大30岁的女人 随后 她走到几个白人面前 转了一圈 好像在展示自己的身材 丹妮觉得越来越反常了 她避开人群 走到人烟稀少的地方 遇到了一个盲人 对方是一位美术馆老板 表示自己对丹妮早有耳闻 还说她有一双慧眼 拍出的照片极富感染力 丹妮回到房间 想打电话给朋友 可手机充电器一直被拔掉 到现在还没变 怀疑是女仆搞的鬼 并将这件事告诉了女友 随后便打起了电话 和朋友吐槽这个诡异的派对 朋友说这里的黑人都被催眠了 这样白人就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 可这么离谱的事 丹妮觉得不可能 这时 女仆出现在门口 向她道歉 可她的语气好像在念台词 突然 女仆的表情扭曲起来 好像要对丹妮讲些什么 却又说不出口 丹妮认为这个女人疯了 走出房子 父亲将丹妮介绍给了一众白人 其中一人问了丹妮一个问题 丹妮没心情 便让路过的黑人兄弟作答 然后用手机拍了张照片 不小心闪光灯照到了她的眼睛 可谁知下一秒 黑人兄弟脸上的笑容凝固 她激动地冲到丹妮面前 大喊着让她逃出去 这个小伙子即将被夺射 手术室里躺着一位老人 正被医生取出大帽 然后移植到小伙身上 可此时丹妮还被蒙在鼓里 女友的父亲解释说 是癫痫病发作 经过母亲的治疗 黑人兄弟又变得彬彬有礼 女友拉着丹妮离开了 丹妮对她说 她觉得自己被女友的母亲催眠 还植入了某些东西 他们打算当晚离开 可另一边 女友的父亲却将丹妮拍卖出去 而获得者便是那位美术馆的老板 可这时手机却没电了 她发现房间里有一个暗门 打开一看 竟然是女友和前男友们的合照 并且无一例外都是黑人 其中还包括女仆和园丁 原来一家人是串通好的 关上门 她看到女友仍在装模作样 并声称找不到车钥匙 丹妮下了楼 发现自己被包围了 弟弟一直在找机会袭击丹妮 她想冲上去和弟弟拼命 可女友母亲只是悄悄查完 丹妮便应声倒下 眼看着别人将自己抬进地下室 身体却动弹不得 第二天 朋友发现丹妮失踪了 便报了警 却被警察们当成笑料 丹妮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房间中 手脚被皮带牢牢固定 电视打开 杯子的画面再次出现 丹妮又一次陷入沉睡 当她再次醒来时 电视上出现了那位美术馆老板 将真相告诉了她 原来这是一条黑色产业链 女友负责将黑人领回家 母亲在对气催眠 这种催眠 会让身体主人的意识进入暗坑 随后父亲负责大脑移植手术 这样身体完全由另一个人控制 而自己只能旁观 丹妮每次醒来 都会被催眠 直到手术完成 手术失礼 父亲切开了老人的头颅 却迟迟不见弟弟搬来丹妮 原来丹妮将椅子中的棉花塞进耳朵 然后装作被催眠 等弟弟来解开它 便将其砸晕 她看到墙上的鹿角 这次猎物成为了猎人 父亲走出门 被丹妮用鹿角刺死 随后她走上楼 看到女友母亲想拿到茶碗 她抢先将茶杯摔碎 这下女友母亲没辙了 她走到她的面前 用剪刀将她刺死 丹妮想出门 却被弟弟死死为主 就当丹妮快要昏厥时 她用剪刀刺进弟弟的大脑 然后将弟弟踢死 女友此时正在房间里上网 挑选着下一个目标 丹妮边开车边报警 却突然撞到女仆 因为童年的阴影 她无法丢下女仆不管 于是将女仆也搬上了车 这时女友拿着枪追了出来 可等女仆醒来 却疯狂地袭击丹妮 原来女仆早已被女友的奶奶占据 车子撞到树上 女仆领了盒饭 丹妮从车里逃了出来 可女友却朝着她射击 并让园丁向丹妮冲了过去 原来园丁是女友的爷爷 他掐住丹妮的眼睛 丹妮拿出手机 闪光灯一打 园丁恢复了意识 这时女友端着枪走了过来 他并没发现 园丁接过枪 将女友杀死 随后又抱了自己的头 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可女友居然没死痛 挣扎着去捡枪 丹妮想要掐死她 却下不去手 这时一辆警车赶到 女友便向警车求助 这种情况下 丹妮肯定会被当场射杀 可令人没想到 下车的原来是丹妮的朋友 丹妮坐上车 和朋友一起离开了